Hi everybody, my name is Kyle Ewan 今天要來跟他分享一下我去紐西蘭玩的18個景點 那這18個景點不代表是紐西蘭最棒的景點 那我們今天就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到底推不推薦大家去這18個景點 那我也會給他一個評分等級1到5顆星 好啦,那我們就直接從第一個景點開始 第一個景點就是MataMata 這就是哈比人與魔界拍攝地 整個非常非常的壯闊 那這些都是電靈美術完整保留下來的東西 而且保存得非常好 但你如果跟我一樣不是電靈迷 然後去MataMata 你會覺得超級無聊 所以我只能給MataMata兩顆星 下一個景點就是Blue Spring 那個水真的有點浮誇 怎麼水可以這麼爛 但是我10天回來才發現 原來紐西蘭每一個有水的地方都非常爛 Blue Spring我覺得他除了水很爛很清澈 那樹很高以外 沒有看到水裡面有任何的魚在游 很神奇 你只看到很多很多的小黑蟲一直狂叮你而已 但他人走的步道我覺得非常非常的短 就你只看到藍色的水就這樣子 所以我只給Blue Spring三顆星 下一個景點就是Wytomo 蟲洞 那蟲洞裡面是不能拍照的 而且你如果要拍 你也應該是拍不起來 因為真的是超黑 它有點像是不會動的螢火蟲 就是這樣就發光 我也不知道它到底是真還假 看起來有點像是聖誕節 然後有LED燈珠掛在一個黑黑的地方 就這樣子 什麼都看不到 我自己是覺得還好 沒有什麼太特別 而且重點是 一定要跟著導覽員一起前進 所以你不能自己在這裡多看久一點 所以你跟著導覽員前進就是有點走馬看花的概念 所以我只能給他三顆星 下一個景點就是Hamilton Gardens 這個花園跟之前的台北國際花卉博覽會還蠻像的 就是有各國不同的花卉跟植物 而且那邊還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動物 真的是還蠻棒的 所以我給他四顆星 下一個是我們住的飯店 Nomi Hotel 我覺得真的是超棒 它空間非常寬敞 食物非常好吃 而且重點是它門口有一個非常特別的鳥籠 超多鳥在裡面 看的心情非常非常好 所以我給他四顆星 下一個景點就是我們的Tekapo 那我們只是路過看一下夕陽而已 但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美 它剛好山環繞的形狀非常整齊 剛好有一點像是一個湖形 所以真的非常漂亮 我覺得大家值得一去 所以我給他四顆星 下一個景點也是另外一個湖 它是Pukaki 這Pukaki湖真的非常非常的壯觀 它旁邊的森林也非常非常的壯觀 反正整個就是非常非常的壯觀 大家值得一去 所以我給他四顆星 下一個景點就是我們的Mountain Cook 紐西蘭最高峰 雖然我們只走了兩個小時的步道 但是我們看到了湍急的河川 很多很多的砂石 Mountain Cook全年山頂都有積雪 所以你不會看到光凸凸的Mountain Cook 在前往Mountain Cook的路上 我們的路都是沿著河來開的 所以沿路都可以一直看到Mountain Cook的頂峰 跟河面與山環繞特別的景觀 所以從你前往Mountain Cook的路途中 到你站在Mountain Cook的山腳下 你都會感覺讚嘆不已 所以我給Mountain Cook五顆星 非常值得去 下一個景點就是 High Country Salmon 這裡的鮭魚都非常非常的新鮮 因為這裡是紐西蘭自產的鮭魚 你在裡面還可以用飼料來餵鮭魚 還蠻特別的驚豔 紐西蘭的鮭魚吃起來比較Q彈 比較彈牙 那跟台灣吃到的挪威鮭魚 吃起來不太一樣 所以就是來體驗一下不同口感的鮭魚 那我覺得還蠻讚的啦 給它四顆星 下一個景點就是我們的Ferg Burger 以紐西蘭比較高的物價而言 Ferg Burger就是一個CP值超高的漢堡 Ferg Burger真的是一個超大的漢堡 你一個人吃是可以吃到飽的狀態 那食量比較小 你甚至可以把它當兩餐來吃 在紐西蘭千萬不要吃他們的素食餐廳 像是麥當勞或肯德基 超難吃又超貴 這也是為什麼Ferg Burger要等兩個小時 你才吃得到漢堡的原因 直接五顆星 下一個景點就是Skyline Looge 這Skyline Looge原本不在我們的規劃當中 但是我們看到了我就超想玩 所以我們就去玩了Skyline Looge 我們就坐了纜車到了山頂上 然後在那裡玩花車 所以又有風景看又可以玩 真的是超級讚 這是在Facebook幾年前我有看到的這個影片 我真的覺得超帥氣 但是我們終於把它實現了 所以直接五顆星 又好玩又好看 下一個景點就是Glenarchy 它是Lake Wakatipu的上游 但是上游看到全部都是土色的沙石 我覺得很醜也很無聊 但那邊有很多可愛的小動物 旁邊還有幾間咖啡店可以吃減餐 但風景的部分就有點像是配角而已 沒有到非常非常的壯觀 所以我給它三顆星 下一個景點 Johnson's Fruit 進去這個Johnson's Fruit 大部分的水果都跟超市賣的都一樣貴 但是仔細看一下 有幾個非常厲害的 像是一大袋櫻桃 只要200塊台幣 這在台灣買可能就要2000塊耶 但是水果是有季節的 所以你到紐西蘭玩你要先看清楚 到底那個季節有什麼水果才不會找不到櫻桃之類的 那Johnson's Fruit 就因為那裡大袋超便宜超好吃超甜的櫻桃 我就給它四顆星 下一個景點就是Puzzling World 這裡就有各種欺騙你眼睛的東西 就你美術課本裡面有的那些奇怪的什麼錯事啊 一些扭曲變形的東西 那裡都看得到 Puzzling World裡面有一個超大人走的迷宮 走過的都覺得超難 我自己是覺得很普通普通 就如果有小孩那應該還蠻適合的 但是如果你想要看更多的風景 那去那邊就還蠻可惜的 所以我給它三顆星 下一個景點就是我們的Huwaya Lake 那這個湖我們在旁邊住了一個晚上 這個湖面積比較小沒有什麼特別的 所以我給它兩顆星 下一個景點就是我們的Blue Pools 要走到Blue Pools真的要走好一陣子 要穿過小橋要穿過森林 走了好幾公里之後你才能走到一個乾淨的Blue Pools水池 那到了Blue Pools我看到大家都在玩水 然後我就去碰一下水 哇塞超冰怎麼下水 所以如果你不下水的話你也可以輕鬆的泡個腳也行 但是Blue Pools就是一個很乾淨的水池 就這樣沒什麼 然後你走好幾公里的路只為了看一個小水池 覺得還行啦 所以給它三顆星 最後一個景點我先說它是五顆星超讚的景點 它就是我們的France Joseph Glacier 冰河 這冰河有太多東西是我人生第一次 像是第一次做直升機啊 第一次踏上冰河 第一次碰到天然的冰 超級乾淨的冰水 超級壯闊的冰河 真的不會後悔 是冰河耶 冰河耶 但是冰河因為全球暖化的關係 它正在快速的融化當中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機會親眼去看到壯闊的冰河 這是我們台灣人玩紐西蘭的第七集 景點篇 那也是最終篇啦 那如果你前面漏看的哪一集 一二三四五六集 你可以再全部看過一遍 那就是我們的開心分享紐西蘭的影片啦 Woohoo OK啦 Oh My name is Kayn1 And now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 拜拜